父母离异,女孩被他们抛弃,母亲带着妹妹改家豪门,父亲则是浑浑噩噩虚度光阴,女孩被外婆养大,没人教导缺少陪伴的她,性格逐渐变得冰冷不疲,这天,外婆突然病倒住院,离婚多年的两人过来商讨赡养老人问题,可刚见面就争执不休,恨不得在医院里面大胆出手,最终父亲利用邻家名声邀请,成功将老人跟女孩甩给前妻,就这样,他们被接到云城邻家,女人吩咐保姆给他们安排房间,自己却出去躲清醒,大� 跟着他们穿着打扮,心里一阵皱曼,但碍于夫人的面子,还是乖乖将他们安顿进去,楼下几人的举动,全都被林家家主林林尽收眼底,听说她在原来的学校记过大过,这种刺头够呛弄进意中了,走吧,我们下去见一见他们,两人下楼后,林景轩盯着女孩目不转睛,心想这么漂亮的刺头还是第一次见,林林自然不能失了礼数,抬手说着老太太周车劳顿辛苦,坐下来喝点茶吧,小冉的事宁情都和我说了,您放心,学校的事我去安排,老太太听后连连道谢,几人 说话间,母亲带着妹妹回来,晴雨看到哥哥也在,快速跑过去撒娇,完全忽视了外婆和姐姐,哥哥你平时这么忙,怎么有空回家呀,林景轩回着刚好这边也不像你,女孩活泼可爱小嘴抄体,这也是亲生父母为什么都喜欢她的原因,跟继父寒暄几句,转头对着姐姐惊呼道,再次见到你很开心吗,欢迎你来到林家,女孩深知妹妹是个绿茶,小时候因为跟她玩水,没少帮她背骨,这也是父母不再见她的原因,晴雨看她沉默不语,冷冷说着既然来了林家,就要守林家的规矩,惹爸爸不 不高兴会被拧出去的,女孩从小就被父母抛弃,靠外婆抚养长大的她,性格变得冰冷且不平,后来外婆生了一场大病,母亲不得已将她们带回林家,女孩来到林家的第一晚失眠了,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以前被孤立的日子,想着想着一阵头痛,想要吃点助眠药物,却发现药品已经空了,第二天清晨淋淋带来一个坏消息,小然很抱歉,去一中上学没办成,我再去问问别的学校吧,母亲在一旁冷潮热速,雨儿当时可是自己烤进去的,根本没让我们操心,绿茶妹 因为见状开始补刀,妈妈你这么说姐姐会生气的,她脾气多不好你还不知道吗,再说一中可是云城最好的中学,校长更是身份不弱,能经一中的学生不只要学习好,还得品格兼忧,女孩听到他们吹嘘就烦,红口袋摸出一个信封说着,我有一中校长的推荐信,就不麻烦叔叔帮我找学校了,母亲见她胡言乱语怒吼着够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女孩被吼不为所动,压了压帽子回着,没什么事我就去学校了,母亲看到她不争气的样子,心脏病差点气泛了 一边吐槽一边咒骂,这时,林景轩注视到她手中的信封,紧张说着那上面盖的是学校长的私意,她应该没有说过,云城一中,学生们听到学校来了超帅的笑容,直接将衣物是围的水泄不通,同学,请问你是拿药还是看病吗,女学生一脸羞疏回着拿拿拿药,麻烦给我拿一瓶维生碎碎谢谢,女孩们一边排队拿药一边偷窥笑容,这眉毛,这嘴唇,搭配着帅气的脸蛋,真是太完美,兴致正在高涨时,上课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学生们离 离开后,陆赵银躺在传义上吐槽,俊爷,咱帝都跟子哥不做,好得当什么校业,而且工作还全都丢给我,真是累死,成俊听后冷漠回怼,这种小活还需要我动手吗,不需要不需要,不过那些高价约您做手术的人要是知道,你在学校免费给人看病不得气炸,两人说话间,燃姐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不进来,请问,你们这里有助眠药卖吗,两人对着声音来源看去,同时被女孩的样貌吸引,那个同学,助眠药是处方药,不是说买就能买的,燃姐听后 压低茂怜,冷声回着没有就算了,我就是随便问我,成俊看他要走说着等一下,我给你拿药,俊爷,他要的可是助眠药,不能随便开吧,成俊听后表示自己有分子,这是三天的量,吃完了再来拿,女孩看到那精致的药包和眼药水,顿时对这男医生有了一点好感,说了声谢谢随即转身离开,俊爷,你就这样给他了,万一出事咋办,成俊回着放心,给他的不是药,而是辅助睡眠的糖果,云成一钟来了的刺头,校长决定将他分配给一班,可却遭到一班班主任的拒绝,徐校长 这种脚屎棍学生要是放到我的班级,不得把我的班级带得歪风邪气,看看这档案,大家都逃课,批评处分一个不落,我都嫌拿着脏手,李老师的言语是不是有些刻薄了,我们身为老师不该挑剪学生,高老师站着说话不腰头,感情不是放在你们班里,高老师听后紧张回着,要是我的学生我自然会负责,那高老师真高尚,难怪教授二十年还在原地踏步,校长一看两人剑把女章,赶紧出来调和,那个高老师你愿意带这个学生吗,高老师紧张回着我愿意,李老师 一看刺头有人影,直接将档案丢了过去,学校长我班上还有考试,就不奉陪了,说着便转身离开,等他走后,高老师拿起档案里试卷查看,顿时被他的解题方式惊呆,这做得也太好了吧,真的是埋没人才了,回教室路上,赶紧拿着眼药一阵温暖,心想这个笑意珍惜心意,居然发现我睡眠不好眼睛有血丝,不过,那个家伙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教室里,高老师站在讲台上拍桌子,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我们班转来了一位新同学,同学们听后议论纷纷,听说新 新同学是校花晴雨的姐姐,居然分到了我们班,肯定是林书托关系,徐瑶光冷漠回着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是是是,大家都知道你对晴雨感兴趣,周围同学一听有八卦,纷纷加入进来,我听说晴雨那个姐姐,在宁海村打架被休学留级,原来我们一中指定托了关系,小绿毛吐槽那不就是盟村女共负呢,打架那么厉害,一定凋肥体壮飞了,徐瑶光不想听他们讨论这些人,起身说着你们继续,我要去礼堂看晴雨拉小提琴,一个往里进,一个往外走,刚好 在门口擦肩而过,同学们看到燃姐纷纷住嘴,既有好身材,又是个美人,没有男同学能抵住这种诱惑,秦冉,你就坐在林四然旁边吧,女孩回着好的,说完向座位那边走去,男同学们闻到小乡风顿时爆炸,哥们这个我要,拜托拜托,另一个男同学回着不好办啊哥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秦冉坐下后两人互相问好,看到后面男同学激动不醒,表示放学一定要找他交流交流感情,女孩第一天上学,就被班上的小混混盯上,放学后,几人鬼鬼祟祟跟踪着, 跟到了没人的地方,一个小混混上前叫住女孩,新同学别急着走了,陪哥哥们开心开心再回家,我们精心为你准备了迎新会,一定要赏脸参加呀,几人说话间,陆赵颖和成卷从远处走了过来,两人本来是要去饭店吃饭,却在这里碰到了女孩,她好像遇到麻烦了,你过去帮一下,好嘞卷爷,看我怎么帅气登场,小混混完全没有察觉到后面有人,走上前就要调戏女孩,然姐见她先动手也不客气了,抓住混混胳膊向后旋转,疼得混混呲牙咧嘴,你们两个还在看什么过来 另外两个同伴听后快速过来送人头,短短片刻,小混混全部失去战斗力,这次就当给你们掌掌记性,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调性了,统统踢折第三条桶,陆赵颖见状顿时惊呆,这小牛也太狠了吧,得到一分钟居然单脚三个小混混,成卷看着女孩陷入沉思,她比我想象中还有趣,得找机会跟她认识一下,秦染从她身旁路过时,轻声说了句谢谢,陆赵颖听后爆跳如雷,明明是我要上去救她,为什么跟你说谢谢,真是太可恶了,抱怨完转头看向战场那边, 冷声询问那三个学生怎么办,这样的垃圾不配留在一中,把他们都处理掉吧,某高档酒店,两人跟许校长坐在一起闲聊,许老,你在这云城一中当了三年校长,怎么突然想卸奖如今了呢,我物色了一个接班人,等了好久才等,陆赵颖迷惑询问谁,有什么特长能吸引您,许校长微笑回着还不能说,因为他还没有答应,不过我相信他会答应,所以我要提前回京都坐着,连许家的继承人都不想坐,这个人一定很有来的,倦宁,你就不好奇是谁吗,新来的转校生神秘莫测, 不但打架厉害,居然还会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传遍四方,徐少,那个转校生你没看到可惜了,长得巨特喵漂亮,徐妖光听后不以为然,因为他只喜欢琴语,这时,小提琴教室那边突然传来琴声,徐妖光听后顿时一愣,心想这琴声怎么从来没听过,为音乐痴狂的他拔腿就跑,想要看清到底是谁在弹奏,快速跑到楼上推开门,却发现里面空空如影,同伴呼吃带喘询问着人,怎么不见了,该不会从二楼跳下去了,徐妖光听后陷入� 这人明显是故意躲着的,看来这个学校不止琴语会拉小提琴,然姐坐在楼下草坪大口呼吸,好险,差一点就被他们发现了,回教室路上心情愉悦,因为他只有在拉小提琴的时候,才是最快的,到达教室同桌凑过来询问,秦染同学,老师布置的作业该交了,你做完了吗?然姐听后直冒冷汗,心想这几天光顾着完了,居然忘记写作业,转头笑嘻嘻询问,我可以不交吗?林思燃表示不行,不交就得爱批评,无奈,然姐只好奋笔集书,简单写了 几道题后,抬手丢给林思燃,我成绩不好,有些题目不会多作单单啊,林思燃微笑回着没事,我是学习委员以后哪里不会跟我说,保证给你交明白,这时,秦染突然发现他胸口的标志,小声询问你也喜欢颜希吗?林思燃听后直接抱走,激动询问你也是颜希铁粉,要不要我教你注册小号帮他脱,我弄这一块嘎嘎权威,秦染被他弄得一脸污污,然然你放心,就凭你喜欢颜希这里,我一定会帮你把成绩提上了,放学后,林思燃一边走路,一边给他讲解学 学校生存法子,一般的秦宇你最好别人,他是林家的人,还有徐少赵子,对了,附近还有锁直高,里面的校霸更是忍不动,话音刚落,抬头竟然看到校霸注视过来,小声胆大包天,居然当众辱骂校霸,就在刚刚秦染跟同桌回家时,被直高的校霸给难住,同桌不想跟他们起冲突,小声低难我们还是绕路吧,秦染丝毫不慌,将他护在身后坚决不让,这时,班上两个男生从后面走过来,林思燃转头看到乔生和徐少,心想这下有救了,拉着秦染的� 就要离开,可校霸哪能轻松放过他们,冷声怒吼不许走,说着便快步走到女孩面前,两人四目对视燃姐丝毫不拒,校霸抬手想要触摸燃姐,却听到他冷声呵斥,拿开你的狗爪,后面小弟冷汗直流,心想这个小丫头骗不肯兵飞,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跟老爸这么说,林思燃被吓得身体颤抖破土白沫,秦染见状一把冷入怀中,为此行,让你这些小弟滚远点,吓到我们桌了,校霸听后开怀大笑,燃姐果真是你,我还行思认错人了呢, 你们几个滚一边去,别挡着我燃姐的路,一个个表情那么凶干什么,燃姐,你怎么来云城也不跟我说一声,林思燃听后当场实话,心想燃燃居然这么厉害,秦燃能让校霸顶破哈腰,秦燃捶了一下魏子航说道,找个人把我同桌送回家,他被你们吓得走不动路了,旁边小弟一会询问,这位是,魏子航双手插都回着宁海听听吧,我祖宗,说完屁颠屁颠跟了上去,整得后面小弟一脸无语,傍晚宁家别墅,秦宇趁着吃饭的机会 开始告示,妈妈,我听说姐姐又跟人打架了,好像打得挺严重了,宁秦听后顿时暴怒,这个不争气的玩意,走到哪里都给我惹事,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不省心的女人,话音刚落,别束房门之下一声被打,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吃饭了,我回来拿完东西就走了,说着便向楼上走去,你们两个先吃,我去看看她拿什么,走上楼站在门口喝吃,摆张臭脸给谁看呢,给你布置粉色精致的房间不要,非要住那破学校大妈,对了,羽儿说你跟直高的人打架了是吗,秦燃听后顿时一浪,心想我这个妹 妹还是老样子,喜欢弄虚作假挑拨理解,背着书包一边向外走一边回着,我没有打架,还有,我从来不喜欢粉色,只有秦宇行,宁秦看她离开没有阻拦,心想这丫头真能添堵,放着别墅不住跑去住校,给她买的名牌衣服和包包也不要,算了走就走,眼不见心不反,高中生去银行办业务,竟然被柜台小姐看不起,可下一名,她拿出钻石卡瞬间打脸柜台小姐,实在对不起,我们普通员工没有权限办理您的业务,已经提交上面来处理,耽误您的宝贵时间实 再抱歉,过了一会,经理一脸谄媚地说道,您给云城一中转的住宿费已经办好,请您收好钻石卡,秦燃接过钻石卡,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开了,回到学校后,她拿着手机在网上冲浪,突然看到一个有趣的任务,于是来到校医室,想要看看是谁发布的任务,你们好,请问这里招兼职吗?陆赵颖听后一脸猛逼,普曹这么晚来校医室,就是为了这个吗?秦燃回着室的,我最近接不开锅了,挺缺钱的,陆赵颖心想我虽然很想帮你,但� 上来不喜欢外人达人,尤其是女生,陈思完为难说着,抱歉那同学,没等他继续说下去,成俊便开口,我这里还缺个做饭呢,你会做饭吗?秦燃看到他帅气的面容直通口水,心想怪不得天天有女生吻着口,陈思完轻声回着午会,那每天中午和晚上来着报道,工资日节可以吗?秦燃听后表示赞同,俊爷,你是不是忘了明天成管家来?成俊回着当然没忘,让他直接去别墅,陆赵颖听后一脸猛逼,心想真是奇怪,俊爷不是不喜欢陌生人照顾吗?秦燃回到班级 禁止走到自己父母,这节课是物理考试,秦燃看着试卷发呆时,发现藤柱一直偷窥自己,转头询问一直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红桌紧张回着没,没有,然然,昨天那个笑爸为什么听你的话呢?秦燃大笑回着因为我曾经很有名,两人说话间,物理科代表需要光拿着试卷大声说道,时间快到了,大家准备交一下卷子,林思燃一听顿时马转,然然物理老师是个大魔头,你没做完的话赶紧抄我,秦燃看着试题无聊爆炸,因为这种小儿科根本难不倒,不过为了� 赶紧造学渣形象,他只好全部学,这粗鲁的举动,正好被收卷子的徐遥光看了,这位新来的同学还真是如传言言,学渣中的战斗机,人渣中的推土机,可当他看清秦燃的面容后,真的好想收回刚才的话,因为燃姐的魅力没有男人能抗住,京城来的公子哥就是不一样,吃饭的食材都得从高级饭店获取,傍晚,宁晴从一辆豪车上走下来,心想今天林家小姑子从京城回来,我可得好好表现不能丢人,四处观望探风时,突然看到秦燃站在高级饭 饭店门口,宁晴疑惑不解,心想他怎么会在这儿,这个时间不应该在宿舍里吗,左右环顾看到没有别人,宁晴怒气冲冲走了过去,冷声呵斥你在这里干什么,秦燃敷衍回着我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赶紧回学校去,少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狂风暴雨的轰炸,顿时吸引了车内的成卷,秦燃扛着母亲的唾沫星子扫射,足足挺的十分多种,好在高级饭店服务生及时送来食材,要不没等秦燃坚持不住,成卷都要先破房了,宁晴看着� 汽车离开气得直跳紧,冷声露斥雨儿马上就要去京城,要是耽误雨儿大事我饶不了你,发泄完他开始回顾,刚刚那个男人气质还不烂,秦燃居然认识这个人,不过车子看着很普通,应该不是什么友谊人,沉思时,一辆豪车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年轻貌美的贵妇走不下来,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进去呢,心想宁晴这个女人还是那么多,衣服和包包在京城早就过世,果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宁晴看到小姑子赶紧上来停,可贵妇根本没理,而是转头看向 心想刚刚开走的那辆车怎么有些眼熟,云城什么时候有这种高级定制车了,两人走进饭店后,宁晴跟在一旁点头哈腰,完全失去做人的权利,两人回去的路上,成卷故意找话题聊天,刚刚那个是你亲戚,秦燃回着试的,成卷调侃看着不像,他的穿着打扮还有车,一看就是有钱人,秦燃忙着玩游戏,敷衍回着你的车也不错呀,心想这个家伙真能扮猪吃牢,车里这套定制音响,估计就够买宁晴的试台车了,成卷看他盯着手 心目不转睛,询问着你在玩什么游戏,秦燃回着说了你也不知道,你看着就不像会玩游戏的样子,成卷被他怼得哑口无言,多年前的回忆突然冲进大门,吃完饭回到林家,贵妇跟林林一边喝茶一边闲聊,哥哥,听说宁晴又带回来一个脱油瓶,你应该没少帮忙收拾烂摊子,林林微笑回着没有,那姑娘叫秦燃,有点本事自己尽了一种,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坏孩子,我这嫂子生的孩子能是善茶,哥,会咬人的狗不叫,小心被他老实的外表给骗了,在这个 家里,我只认秦宇一个侄女,对了哥,魏大师一直想收个徒弟,过阵子我准备带人去经常拜托,林林听后激动万分,要是能攀上魏林大师,那我们林家的声望可就更上一层谋了,楼上卧室,秦宇专心致志地练习小提琴,宁晴度人女儿太辛苦,叮嘱秦宇早些休息便转身向外走去,这时,秦宇发现地上也不止,拿起纸团查看顿势冰带,上面内容正是一首原创曲补,快速跑出房间想要问问这是谁,可看到母亲后却欲言又 秦宇拿着曲谱回到房间查看,发现上面的节奏手法,全都是大师级别水准,要是学会定能一曲成名,不过秦普突然出现家里,还有些匪夷所思,想过是姐姐秦宇,但很快又被排除,因为他根本不会弹小提琴,看来我只要把曲子练好,再把曲谱藏好,这首原创的曲子就是我的,他名鼎鼎的宁海村村吧,进城后居然选择当保姆,饭菜做好后,陆赵颖一边吃饭一边嘟囔太美味了,搞得成卷一点乌语,秦宇恨不得上去给他一勺子,不过为了完成 任务,他最终还是忍了下来,这时,手机突然叮叮响了起来,拿起电话发现那个精神病又下任务了,居然在之前的价格上又翻五倍,燃姐一看顿时来了脾气,编辑短信回着给多少钱我都不接,你们还是早些放弃吧,发送完短信后,他端着两盘菜静置走向饭桌,陆赵颖对着成卷吐槽,那边又把单子给拒了,还说让咱们早点放弃,成卷回着五倍不行,那就五十倍,秦宇听到谈话内容直冒冷汗,心想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陆赵颖看到饭 太齐了,轻声说着坐下一起吃了,不了,我还有个饭局,一会去那边吃,成卷询问你去哪呀,我送你,秦宇回着恩玉大酒店,成卷听后直接带着秦宇出门,陆赵颖一脸猛逼,心想郡爷最近这是怎么了,居然为了送人都不吃饭了,两人驾车来到恩玉大酒店后,秦宇说了声谢谢便快速下车,可没走几步,手机突然来了电话,接起电话那边说着,那个单子加到了五十倍,你真的不接吗,秦宇听后冷声回着,把那个白痴的资料发给我,很快,资料就被发了过来,� 一张眼冒光,心想果然是你,飞飞,既然落到我的手中,看我怎么饿到你,恩玉酒店包房,一群亲戚围着宁琴和秦宇夸赞,什么嫁个好老公,什么培养个优秀的你,反正各种好话各种体,众人说话间,秦宇闪亮登场,进门后他看到小姨跟表妹站在一旁,于是走过去询问怎么不做的,却听到小姨说没有椅子了,秦宇哪能忍得了这个,转头看到秦宇小提琴都有椅子坐,这让他更加生气了,快步走上前想要拿起小提琴,却被后面的保� 你最好别动,众人一听顿时骂着,小生低难宁琴真有钱了,给女儿买小提琴居然买这么贵的,母女俩听到亲戚们讨论,顿时扬起小脖自信乱乱,秦宇最看不惯他们那副模样,冷声吐槽五十八万真的好贵哦,说完拿起小提琴用力摔在地上,琴弦根根崩断,宁琴想要说什么却又气得说不出,秦宇则是丝毫不拒,拉过椅子说着小姨坐,我看今天谁敢让你请,保姆在一旁大声怒呼,居然敢摔小姐的琴里疯了 不就是一把破琴吗,弄坏了我陪她便是,你个保姆也陪在这里搞叫,小孩家庭宴会大发雷霆,吓得亲戚们瑟瑟发抖,小姨,看来今天这饭是吃不成了,我带你和慕营去外面吃吧 几人出门后保姆上来挑拨离间,小姐,您的小提琴被她摔了,难道就这么算了,秦宇微笑回着没事,叫人开始上菜吧,不要因为一个小插曲影响大家 饭菜端上来后,秦宇端起酒杯说道,各位姨娘姨父对不起,我替我姐姐向大家道不歉,哎呀没事没事,都知道她什么样,从小就是个暴脾气 她走了我们才能安心吃饭,不然提心掉的,众人端起酒杯开怀唱你,很快就将刚刚的事忘记 秦宇带小姨跟妹妹看完外婆后,决定亲自送她们回去,小姨担心她今晚摔坏小提琴,回家后会被宁钦责罚 秦宇却表示不用担心,这点小事自己可以解决,小姨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才发脾气,但我不希望你们母女关系太长 秦宇听后陷入沉思,好像从宁钦不要我的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很糟糕了 小姨,慕营慕南也要来一中上学了吧,这是我打工赚的钱,你先拿着 小姨微笑回着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秦宇被拒绝表示很无奈,心想以前给小姨打的钱也一分没动 说要攒起来给我当嫁主,算了,过几天放假去小姨家里看吧,用这个钱给她装个空 这时,秦宇从口袋拿出一瓶料,刚要递给小姨,宁钦就从一旁走了过来,冷声询问你们在干嘛 慕营听后回着冉冉姐在给我妈哪样,宁钦一听顿时暴怒,秦宇你是不是还在研究你外公那些鬼东西 她把自己害死了,你把自己搞成神经病,现在又来祸害影响 秦宇听后眼神瞬间冰冷,像是被触到逆龄一般,宁钦被她看得有些发毛,意识到刚刚说错了我 但是作为母亲,她可能下意识不想让你们受伤,秦宇不想听她狡辩,冷声回对你不配替我外公 还有我不是神经病,冉冉,妈妈刚才说错了话,但你生活在云城我不管你谁管你 秦宇冷漠回着别叫我忍忍,我和你不熟,我的生活也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 我做的任何事情也和你没关系,记住了吗 还有,给小姨的药是国家投入实验室的药 林景轩看着母女吵架冷汗直流,心想这个秦家有些神秘 实验室的药可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就连京城的小姑都没这个本事 秦宇从她身边走过,林景轩闻着小香风脸色羞 心想这个女孩真独特,每次见到都冰冰凉凉的 令仪,我本不该管你的家事,但你刚刚的话确实有些过分,我还有事先走了 秦宇,我送你们回去吧,就当替令仪给你们赔个罪 秦宇听后冷漠回着不用,那好吧,你们注意安全 秦宇走后,令晴站在那里开始嘀咕 死丫头今天让我丢人,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这时,她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转头询问你事 成卷转着手术刀一脸冷,你刚才叫谁神经病呢 令晴看着来人有些眼熟,努力回忆后,想起了那天在司堂饭店门口见 回忆完她戏调侃着,地皮小流氓也赶来医院告辞 以为穿个白大褂我就认不出来你